历史悠久 三年一科的东港银丸平安祭典日前正式揭开序幕 并在东港镇展开为期四天的绕镜活动 那么27号中午就在神明绕镜途中 叫班人员看到有一位身杖小朋友 是由家人推着前来现场的 当场也似乎有感受到神明的旨意 于是赶紧上前替这名身杖小朋友进行祈福祭改 画面让人看了相当动容 鞭炮声响 震耳欲聋 神明绕镜途中只见一位身杖小朋友坐在轮椅 由家人推着前来 每一会儿叫班人员似乎接受到神明指示 缓缓趋前替小朋友祭改祈福 从头到手最后再到脚步 顺利完成祈福仪式 民众在脸书娓娓道来 原来不久前神明绕镜途中一位叫班大哥 眼看坐着轮椅的小朋友立刻小声询问 要不要祈福 所以后这感动画面就此在眼前上演 网友也纷纷留言赞叹神明慈悲 大家都有看到 好感动啊 历史悠久 三年一刻的东港银王平安祭典 日前正式揭开序幕 并在东港镇展开为期四天的绕镜活动 27号中午就在神明绕镜途中 叫班人员眼看一位身杖小朋友 由家人推着前来 感受到神明旨意 立刻上前进行祈福祭改 既要信仗有修雅 我还要有那个义雅 宾布三千岁 王爷三千岁主婢 他就下跌 你还要跟这个孩子 还要跟这个改正 尽管神明降价与否 为民俗信仰仅供参考 但对小朋友家人以及民众而言 这既改其一幅画面 不但带来十足安慰 也令人实在动容 记得苏叔叔有片封导导